哈喽,大家好,我是金老鞋 对于我来说 在看烂片的时候 一般都只会有一个感受 那就是导演怎么可以这么杀雕 然而有一部神奇烂片 却让我看得新潮澎湃 高潮迭起 口吐白沫 代表变实境 在你看了三分钟之后 你会怀疑自己的智商 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看懂 当你看了三十分钟之后 你会对导演破口大骂 这根本就是个垃圾 但是当你看完之后 你会跪在地上拼命打自己的脸 然后质问自己 为什么要浪费电看这个 所以呢,没错 今天老鞋给他带的 就是神奇大烂片双生 话说,我们男主单纯哥是一个画家 他网恋了一个叫巍巍的女画家 巍巍就给单纯哥介绍了一个 又有十万的工作 单纯哥一听 也不管是不是越南盾 或者是大麻将的十万 反正就立刻跑来上班了 来了之后才发现 一天他的呢 是这个性格狂甩酷炫的女管家 在狂姐亲密的笑容下 我们的单纯哥就被领到了一个房间 他二话不说就给男主理发 让他画面一转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个简单的剪刀下 单纯哥居然从一个乞丐头 摇身一变成了 登了一趟还是潮男发型 现在再回头看狂姐这自信的嘴角 我觉得他这么转 觉得是有道理的 随后呢 为了突出悬疑剧情 狂姐就给他换了衣服和手机 拿着这个操作 纯属脱裤子放屁 因为在后面的时候 单纯哥拿着这个全新的手机 跟朋友打电话 在网上聊天 完全不耽误 到了晚上呢 单纯哥终于见到了女主 看着他缩大的轮椅 我都怀疑他随时可能 变成铁甲小宝 在这里呢 女主就说 从今以后 你就不要单纯哥了 你就叫铁柱吧 面对铁柱的疑惑 女主还说 那以后就叫我涛 真的 这种感觉就好像 你在现实生活中 认识了一个美女 结果他跟你说 他在往大刚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 他又不让你叫他的全名 反正你叫他刚 总之呢 大刚就要求 接下来这个月 铁柱就要当他的男朋友 在聊天之上才知道 大刚呢 原来还有一个已经去世的 名为领影商安吉丽娜 音学与含林学类 斯美洛的姐姐 我们就称之为 萨玛尔特吧 但是一提到这个名字 大刚的轮椅 就情不自禁的乱跑 于是呢 铁柱就在着疑惑 晚上跟那个网友 微微聊天 平时呢 叫着参观豪宅 他呢 虽然手机被没收 但是呢 通过上网发现 这个大刚呢 可能是知名画家的女儿 而这个豪宅呢 说出透露的诡异 接下来呢 就是一大段 莫名其妙的剪辑画面 你是听也听不懂 看也看不明白 而铁柱呢 也开始每天做梦 比如啊什么 被个男人强行锁住这种 哎这个 看不懂看不懂 如果啊 这个时候 你放弃啊 观看这部电影 我觉得你还是很理智的 人家老些就是不信心 看到这里啊 我就想问一问 有几个人啊 还记得 这个男主来女主家里 是干啥的呢 导演啊 这时候也才突然想起来 哦 对 铁柱是来给大刚画画的 真的 你要是不提 我估计也没人记得 在画画的时候啊 大刚突然问 你画东西的时候 那么喜欢低的人看吗 对 不好意思 我画画的时候啊 都闷着眼睛画的 就这样 在经过一万多句 莫名其妙的废话之后 铁柱啊 突然发现 自家每天晚上 在跟微微在线聊天之后 都会有人啊 偷偷潜入自己的房间 还留下一点头发什么的 那偶也容易偷偷嘛 有什么好悬疑的呢 按理说吧 你要遇到这种情况 别说是十万一个月 你就是十三腰给我糊了 为了赶紧跑路啊 但是啊 铁柱嘛 他就偷偷调查 反正女主呢 还要做一个什么手术 而这个画册里呢 会莫名啊 出来一张新画 就在他现场城市的时候 大刚的轮椅啊 突然不受控制 开始了急速狂飙 好在啊 铁柱及时出现 抱住了这个龟壳 只有这样 铁柱啊 刚才跟微微 你弄我弄的 转头呢 就跟大刚体验命运 说我一辈子都会排着你的 说实话啊 铁柱 你是不是看上了他的轮椅 从来没告诉过他的事 于是呢 铁柱就怀疑 大刚是不是精神分裂 而这个微微呢 其实啊 就是大刚的另一个人格 于是呢 就跑来质问他 大刚一提牛问 那你喜欢哪一个人格呢 铁柱啊 当时就崩溃了 大刚 你别说了 你生机灭啊 女主啊 表示很生气 开始啊 砸桌子摔板凳什么的 结果啊 没过多久 在这几个人干了的时候 铁柱啊 突然收到了一个 来自微微的信息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大刚啊 真的有精神分裂 那么这个信息 又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呢 他再次找到了女主 质问他到底把姐姐 也就是网友微微 也就是那个 另一商 安吉丽娜 音血雨含 音血的斯梅洛 藏在了哪里 结果啊 大刚的轮椅啊 突然弹开 贴柱一看 哎呦不错 轮椅蛮屌的 在他羡慕的表情中啊 才知道 原来大刚与微微呢 是连体双胞胎 微微呢 长期以来 以网友的身份 跟铁柱接触 平时呢 就常在轮椅里 看到这里啊 一个疑问啊 在我的心头久久盘旋 想问呢 又怕你们觉得 我很低俗 那么 他们到底怎么上厕所呢 总之呢 这不重要 郑老师啊 姐姐就问 贴柱啊 你到底喜欢我 还是喜欢大刚呢 贴柱啊 眉头一皱下的决定 他拿着自己画了一个月 才画出来的话 交给了这个萨马特少女 然而还没等 萨马特开心几秒 贴柱突然又说 虽然你跟你妹妹啊 长得一样 我跟你妹呢 也只是金钱关系 你还是我的红颜 自己威威 我们曾经相遇一起 去浪漫的托尔基 但是我选择大刚 至于啊 为什么 铁柱表示 因为你比你妹更坚强 抗击打能力更强 我的人妈是法克 真的 你想吃屁呢 抗击打能力强 就要天天抗击打吗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坚强在撒娇面前 一文不值 当然这还不是最烧的 这个大刚呢 又突然告诉他 因为脸儿呢 是连体人 但是呢 只有一个心脏 所以做手术的话 就要死一个 至于谁能活 就要看铁柱啊 刚才选择了谁 你神经病啊 铁柱一看又崩溃了 大刚 你别说了 你神经病吧 至于姐姐呢 也崩溃了 她开着电动轮椅啊 又开始了飘逸 结果啊 一下子把男主给装害了 铁柱心里巡视 我曾想到到底做错了啥 然而画面一转 哎 铁柱居然没有死 而手术结束后呢 大刚也活了下来 就这样两人幸福的 生活在了一起 而影片到这里啊 就结束了 看到这里啊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反正啊 我只想对 贡献了1700多万票上的网友说 你幸福吗 能在电影院看过 这种神奇烂片 也不是啊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你是没有这样的朋友 记得善待他 你一步知道 他曾经经历过 怎样的痛苦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如果你曾经被烂片坑害 千万不要忘记给老戏 点赞收藏投币上香三连 当然喜欢也不要忘记点关注 而这一道行 我们下期再见